嗨,大家好,我是Mark 那在今天这个视频里呢 我们来测试一个新产品 这就是普韦的Keto OS Pro 那这款呢,我们俗称叫做铜蛋白 那它跟普通的蛋白质的区别呢 是第一呢,它是可以在一个比较低卡路里的情况之下 充分的补充氨基酸 那这两天呢,我配合力量训练呢 已经喝了几次 但是感觉在增肌的效果的确不错 第二个呢,我们大家都知道 其实很多在生酮饮食的人 是很担心自己吃了过多的蛋白 会不会离开铜胎的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喝之前和喝之后 铜胎会不会受到不好的影响 那首先,依照惯例 我们还是先来测试一下我现在的铜胎 那我现在的血糖呢,是4.9 那我现在的血糖呢,是0.3 其实我昨天中午呢 是吃了薯条跟汉堡包的 但晚上太要餐了 所以现在的状态还不错 还有一些最基本的铜胎 好的,那下面我们就来喝咯 首先准备一个摇摇杯 里面装好水 盛大概一勺 然后放进去 非常好喝 我现在喝的这款呢 是这个orange橘子口味的 那还有一款呢 是这个强力烤味的 我个人感觉都还不错 好的,那我接下来的这个三四十分钟呢 我就会慢慢把它喝完 之后呢 我们再来做一次血糖跟血铜的测试 好,欢迎回来 现在是八点四十五分 那我大概是用了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呢 这个把它喝完 好,那现在我们再来测一下血糖跟血铜的值 好,我的现在血铜是五点一 我的血铜值呢 升到了零点九 所以呢 我们这个用铜技术加持的铜蛋白 不但没有让你的血铜下降 反而还有上升哦 igby bwd6